旅客穿著全套防護衣 戴口罩 護目鏡 在桃園機場大廳內推著行李箱 準備到櫃檯辦登機 他們要飛去美國打疫苗 避難嗎 因為美國也可以打疫苗 所以就想說回去美國打疫苗也好 民眾不會言臺灣疫情持續升溫 遲遲等不到疫苗 經濟能力許可 乾脆飛去美國打 國產疫苗我們沒有經過第三期 為什麼 這次去會不會順便在美國那邊打疫苗 一定會的 民眾不敢打國產疫苗 認為美國施打方便還能選擇品牌 桃園機場近日爆出赴美避難潮 連空服員都感受到了 IG現實動態上有空服員爆料 台北飛往美國洛杉磯的班機 商務艙跟豪華經濟艙斑斑斑爆滿 前機師說包機詢問度相當高 應該有50%以上的機率 是他們可能已經有美國機 或者是有這個居留權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也趁這個機會回到美國 然後也可以打疫苗 包機赴美打疫苗 價格不便宜 但人命無價 還是有不少人趨之若霧 聽起來好像都是以這個為主要的目的 都是去打疫苗為主 根據統計桃園機場旅客出入境人數 6月1號第一航下加第二航下出境有749人 來到6月2號第一航下出境453人 第二航下出境2,250人 合計2,703人明顯增加 可以到20人左右 大概基本上24人左右 那如果你是從台灣起飛要到美國的西岸 比方說是洛杉磯 最近來講大概的 基本上目前問到的行情大概到差不多25萬美金左右 前期是說非美國機票從一張五六萬到二十幾萬都有 打疫苗來回至少十幾萬跑不掉 航空公司票價沒打折 還是有民眾搶買赴美 凸顯疫苗不足的問題